六月飛箱 如果不是人間出現了莫大的冤情 還有什麼合理的解釋呢 歡迎大家來到小青雪 我是二汶瑩 關漢天的劇作《鬥和冤》 為了突顯鬥和被冤枉的慘況 就加插了六月飛箱的劇情 作者用一種很不合理的天文現象 去代表上天表達出對人間政治黑暗的不滿 不過在現實上 這種天文現象又是否真的會發生呢 如果我們看回中國的古書 譬如周朝的六道這樣 它裏面就真的有說到 以前在中國其實都有試過六月降雪一尺 五谷不登這樣的情況 而在漢書裏面又有提到 在漢元帝第一年執政的時候 那年三月到九月天天都落雪 令農作物失修民間出現寄荒 科學家就覺得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 很有可能是因為古代的地球 地質結構沒有那麼穩定 於是有些地方就出現了大規模的火山爆發 而他們噴出來的幾百萬噸重的火山灰 當升到上去大氣層的時候 就會遮住了太陽 搞到冬天提早出現 還要持續一段頗長的時間 所以有時候在文學作品裡面 是不適宜有科學的存在 如果不是作者那種充滿了 測驗能力的手法 就不能夠感動讀者 更加不可能對上天表達對視覺的不滿 在文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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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